大家好 歡迎收聽網友 早晨 今天日期是2020月5日 遼遊外神世蘭 記得台瘾還有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早晨 澳洲的真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早晨 希望大家點讚、訂閱和分享 同時大家可以多點留言和交流一下 繼續壯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今節我們回來講講澳洲的話題 好 今節澳洲現在前景十分不樂觀 其實我和社長之前做過一支節目 講這個Joxica 其實是一個澳洲的補貼 但是它改革 而且這個補貼大大減少 減了大約一半 其實這件事為澳洲經濟帶來不穩定的因素 隨著聯邦政府削減這個疫情補貼 就是剛才說的Joxica 其實上百萬人就要失去領補貼的資格 如果沒有這個補貼 我想很多澳洲企業就會倒閉 澳洲的經濟復甦之路沒有那種 說到牙斬斬 沒問題的 太好了 因為我是訂閱了他的微信 說不用擔心 我們太好了 但是我覺得有很多不穩定因素 其實今年3月下旬 其實大家知道澳洲是有19 影響了經濟 澳洲八年歷史上應該是最大的 可以這樣說是最嚴重的經濟風暴 有人估計就會 應該是很淒涼 130萬人和摩總做了一件很搞笑的事 不怕我們會經濟復甦 所以就大大削減了這個補助 疫情的補助 130萬人就不能再申請這個補助 Joxkeeper和Joxica 都是大大減少補貼的 最嚴重的事情是這個 不好意思 現在疫情的威脅還是很大 但是這麼快就要減了補貼的話 會不會導致很多人不滿 這麼快就減了錢 我想最嚴重的事情是 他是學了大統領的 即是覺得我現在剪了一些福利 之後又做一些數據 又說我做了多少個就業崗位 證明了自己 我的領導是頂 其實我看來就貌似不太頂 因為這個補貼一減 其實貸款是有延期的 誰知我那天聽朋友說 那個房貸延期 原來都會當作不良借貸 那天我有朋友來幫我現在住這裡 家清潔 其實他就開幾間公司 都算是大生意之後 不怕了 現在貸款延期 我說不是的 我就傻 他說傻傻傻 申請了之後 原來貸款延期都是當作不良 不良借貸那些影響的credibility 但是他就說 這個非常時期 有些銀行就當作不是 那他就是某個c字頭的銀行 就說 都當作是 不是 因為最主要不是 不是當作不良貸款 他不是當作不良貸款 首先要說清楚 因為他有一個評分制度 就是信貸評分制度 每一個人的信用度是有一個數字的 在澳洲是 有幾間公司做這個工作的 當你一申請了這些還錢延期的東西之後 你那個分數就會降低的 是 因為他講英文 所以有時候不太懂得說 剛才是說的 是 他那個分數一降低之後 你之後借錢 就可能會有麻煩 因為在澳洲那個是很有趣的 就是香港人好像 這裡開張信用卡 那裡開張信用卡 拿了那些贈品 香港是很流行的 沒錯 在澳洲是不可以這樣做的 是啊 你的信用卡的貸款額 就是你可以借錢額越大 你是越難買樓的 因為我的信用卡是多到怎樣呢 就是我可以整年不做事 狂碌卡 我可以生存到兩三年 那些錢是 但是當人家一看到你這樣的時候 他就會說 你那個額度這麼大的時候 我很難再借錢給你去買樓 是啊 是啊 我側面反映出了 社長的投資額很厲害 沒有了 我現在是 我為了買樓 只是剪掉了很多卡 社長做事和我一模一樣 基本上是 他是 他這樣說 他那個額度就是 他能夠借給你的錢 其實是一個梗數來的 嗯 隨著年齡的增長 你借這個錢 其實那個數是會減的 那個梗數是會減的 因為他要看你的還款 退休年齡 各方面 退休年齡 退休越近 他借錢給你的機率就越低了 當然是 那好了 就是他那個計數那裡 如果你現在 疫情之下 你還不到錢的 嗯 那他自然會調低你的信貸評分 那一調低你的信貸評分的時候 你之後借錢都很困難 是啊 是的 還有他是做生意人 你說將來會借錢 一定是會的 如果你想發大一盤生意來做 是吧 那剛剛謝忠說的 我也是的 本來我第一間房子的時候 很多香港人聽上來好像很見笑 其實我的信貸額是五千元澳幣 就是是不是等於兩萬多三萬港幣 但是他已經說你這麼高 後來呢 我的信用十幾年前 我的信用券減到 只可以是二千元額到 額到之後呢 我就可以借到錢買樓了 即是減低一點就反而容易借錢 是啊 因為他又 他計算回來 不是好像香港那樣 就是將卡數好像上限率很高 那就好 有些人覺得下威威 其實這裏就不是 反而你的額度越低 你的借貸能力就反而越高 越強 沒錯 越強 是 其實說回貸款延期 和這個破產延期 其實Scott Morrison有些人說他做得不錯 但是現在隨著經濟開始 從六個月的深度 凍結中復甦的話 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 有很多專家評估了 未來的路 似乎跟過去六個月不同 因為其實 過去六個月 因為其實澳洲 俗稱的派錢 和各方面叫做 借貸延期 破產延期 是做得挺舊的 比起很多西方國家都多 但是有很多不同的經濟國家 現在股價 股值就越來越大了 即是覺得現在花錢很多 還有很多人就覺得 甚至拿這些資金的人 他都覺得 經常這樣拿 但是我始終沒有一份 實實在在的工作 都是十分憂慮的 之後 即是下星期日 現在我們長假期 即是長假期 大概有130萬人 而這個 JobKeeper都沒有了 所以大家都很害怕 現在就是 是啊 如果連這個 JobKeeper都沒有了 那會有失業的人 又會上升回了 很自然的 沒錯 所以他現在 預計 就是不好聽的 就是不好聽的 他就說 唉 聖誕前 大概有40萬人 真真正正正的失業 嗯 就沒有了那份 那份散工打 因為其實魔總是 他就覺得自己制定了一些政策 就是 我也說了 昨天節目也說了 他就以為給了10億下去 就支持一些製造業 那些傳統產業 會成功的 但是他自己也承認 有些產業是會不來的 就是一定要和 我當他不和中國繼續合作 其實他在想越南 或印尼 其實是印尼 澳洲真的投資了很多錢在印尼 但是如果印尼真的叫做 可以的話 就成為了它本地的低端工作 或者叫做低端產品的生產 就會走去別人 是吧 其實跟他說的話是智商矛盾 那邊說是扶持 但是那邊就是扔很多錢 在其他東南亞國家 當然這個可能是 美國政府的授意 如果這個財政部的預測 屬實大概 大概30%的Jork Keeper 是不能再領這個寶座 那就慘了 其實如果再等多 剛才我們說聖誕前 就沒有了40萬個工作 如果一到夏年3月結束的時候 其實可能就會有66萬人 就失業了 所以其實現在澳洲統計局 就說大概10%的企業 就會關閉 大概24萬間中小企 但是我們又出了一種Digital Finance 那些預測 對企業進行了一項調查 但是這個是由摩總搞的 他就說好像更加多 大概25%的企業就會倒閉 在6個月內 25%的企業就沒有到Transaction 沒有到任何的生意做 大概就是60萬間企業就倒閉 嘩 聽起這個數字都很慘 事實上 是 沒錯 最壞的情況是明年才開始 但是起碼都叫做過聖誕先 聖誕之前有這麼多人失業 其實真的有40萬人失業 其實真的不是怕好事 所以今年聖誕 現在10月有些人已經開始買聖誕禮物 但是我今天看到市面 真的沒有什麼人想買 對 起碼我們這裏 疫情控制得這麼好的地方 都沒有那種準備買禮物 當然有些人遲些11月才買 但是尤其是老人家很早買 西人老人家很早買禮物 9月底10月初開始買 因為他們要計劃很多事情 當然12月你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回到自己鄉下 因為澳洲其實和很多西人國家都一樣 很多工作或者你的家庭 是在不同的地方 即是你在那裏出生 但是你做工或者你的家庭 可能不和你父母一起 很多都是這樣的 我昨天查一查機票 我都說26日可能回去 但是沒有機票 沒有辦法 機票? 這樣 有 但是要駕駛很遠 因為我是一般飛去洛西斯頓 塔斯曼尼亞北部的城市 但是如果沒有了 庭特斯沒有了這把機票 只可以飛去荷巴 即是塔斯曼尼亞首府 我駕駛5個小時才回去 也挺困難 是啊 其實很困難 之後國家審計局 還有一個新數據 就是目前 大約2300億的澳幣 是借款延期的 到時明年3月前 就開始要還了 一還的話大家知道 很多人都未必還得起 大概十分之一的借貸者 和六分之一的小企業 就要還了 但是還不起的人 就是要破產或者房子要拍賣 還有一件事就是 其實 42萬人 已經有人催他還款 42萬人當中 百分之二十的人 問卷調查就說 選擇不回應人行電話 短訊和電子郵件 即是不想面對還款 他的意思是 沒有這樣的勇氣去還 因為接接這些 叫做催款電話 應該這樣說 因為其實有些人真的沒有錢 這樣下去的話 會不會對這個執政 這個自由黨 在這個支持度 會很大的影響呢 你說得對 現在本來我們都說 摩總其實 在年頭時是一個盛勢 現在就跌下來 跌到谷底 我記得他在山火的時候 去度假 去度假 今年的五月份左右 又走了去度假 這個人在危難的時候度假 經常 還要看Footy 還要看澳式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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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很多投資者 會扔下 是的 沒錯 有些人真的給不起租金 收租養懶人 所以都是淒涼 有些人真的給不起租金 真的說真的 在這個還款 寬限期結束後 現在剛才的數據都知道 很多企業和借貸者 雖然還得起款 但也可能有問題 因為其實 剛才社長也說 如果 這個 他的信貸分數 調低 或者將來 對於這個 借錢是比較困難的 有些人可能 以後就不可以再 去買投資房 或者借款額度 大大降低 當然 剛才我們也說 如果 那些還不起錢的人 那就違約 以及被銀行 收回房子去拍賣 還有一件事 就是那些還款延期 有很多銀行 那些條款 減租條款和延期支付的條款 都是很模糊 因為每個人都聽到 因為其實政府有補助 他們就 我都宴 我都宴 我都假的 但是 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有些人就是 草草收穿 草草地簽了 我可不可以延遲還款 有很多人是草草簽了 但是沒有認真看這條約 是很煩的 因為你說 要申請延遲還款 銀行 運長 運短 有很多人覺得 很不耐煩 對於申請這件事 而遲了 也都覺得 遲些還 即是 最後都要還的 那做來做什麼呢 都可能就是這樣 不鬼做 收穫 把房子丟了就算了 這個也是 很多人真的丟了一間 我不是說笑 這個也是 其實銀行很差的 要你延遲還款 就總是 要審核你很長的情緒 審核你很多事情 問你很多問題 之餘 還不是一定這麼容易批給你 因為延遲還款 應該是想住 他們銀行的收入 還有因為有些地方 周邊界沒有開 其實很多人都收不到租金 因為他們無法回家住 主要是 最後 其實這個 財政部門 都有一個預測 延遲還款期 大概41%的家庭面臨高度的財政壓力 25%是來自房產投資 剛才的41%是自住樓的家庭 25%是來自房產投資人 所以由於歐洲這麼多不確定因素 澳洲陷入了最近一世紀以來最嚴重的經濟風暴 沒有人知道將來會怎樣 因為現在太多不確定性 現在疫苗又早前澳洲疫苗 依賴英國的又炒了車 現在只可以靠自己 UQ和另一間英國公司製造 所以現在我只可以說 努力聘經濟 什麼都沒有辦法 大家好好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事實上 人們沒有什麼可以做得到 只能夠憶來信守 這個憶來信守可以維持多久呢? 會不會出現一些社會的動盪呢? 其實都是好看目前這個執政黨的處理能力 萬一這個借貸不停的膨脹底下 加上失業的人越來越多 控制不了這幫人 再重賴的呢? 對外國尤其是對中國 這個大佬可以說是一個 魔總自己也承認的 是by custom 對澳洲的經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沒有了這個大學之後 它還能不能夠維持它的執政地位 甚至乎會不會爆發這個社會動盪呢? 這個機會是越來越高的 是的 我們先說一下 其實現在兩個疫情最嚴重的兩個州的失業率 維多利亞州10.5% 這個是我手上有的最新的數據 10.5%? 是的 封了成太久了 很多人真的丟失了工作 第二嚴重的新南威爾士州 大概是8.5% 所以 還有維州最新的數據 家庭全年支出 就下降了30%以上 因為不敢花錢 真的不敢花錢 當然 旅遊和酒店業 住宿 更加不用想 消費下降了60%多 住宿 飲食下降了60%多 住宿和旅遊就是80% 那麽酒店業呢 一般是一些小路仔 一些小鎮的影響是最大的 會不會呢? 會 大家去過維多利亞州的就知道 有個地方 十二大陽路 十二門陶 其實那裡 我有朋友就 很不幸地 其實疫情之前 他是買了一間小酒店的 他也是開了一間很大的 規模算是中上的旅行社 專門是接待他 以前是接待普通話的北方人 他都吃到飽 我以前也說過 有十幾部小鎮 現在全部都賣光了 還有賣了一間投資房 在莫爾本東部賣來 就抵債了 非常不幸 我現在看到他在家裡 自己煮菜給小朋友吃 他們兩個小朋友 我看到朋友圈也不敢點讚 他也很困難 早上他煮菜給小朋友 但晚上更多時候 他都要拿著一杯酒 這次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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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